核灾难难度选择这个杀黄炸弹最高难度 杀黄炸弹 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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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屁头 防止运具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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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锁 棋盘 锁头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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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瓶食物 一瓶水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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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风琴 口风琴 丢 一本书 医疗包 一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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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天 少拿一个手电筒啊 没有手电筒怎么救到狗啊 救不了狗啊 我们有三瓶水 第二天 第二天我们点一下背包 第三天让我们儿子出去啊 我们第五天 这个再考虑吃喝 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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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们儿子 带我们儿子先出去摸索一波 加油儿子 加油 脱水脱水脱水 水管 水管爆裂 我们保一下地图 还好这个其他收音机什么东西没有剪 剪了也白剪 第五天 第五天可以开始喝水了 一言作一口 呃 我们需要用医疗包 不然就会疲劳 呃 不用不用不用 先留着 这个不能着急 疲惫疲惫 我们勇敢地忽略了症状 试图至少睡 那么一到两个小时 糟糕比之前更累 很快我们就要面对其他的问题 只希望打喝血足以下跑掠夺者 第七天 疲惫饥饿 做长远的打算通常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但现在我们对饮水配给的计划更感兴趣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洗澡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防毒面具来洗澡 要是没有防毒面具洗澡的话 要是没有防毒面具洗澡的话 我们可能三个人都会得病 第八天 饥荒口渴 饥荒口渴 呃 我自己吃一口 做一口食物 今天是我们女儿的生日 不管了 无所谓 无所谓 第九天 卧槽 我们拿着这个满脸的麻子 生病了 生病了 带回来三瓶水 就带回来三瓶水 给不给她吃呢 只有两罐食物了 食物不多 不给她吃了算了 我们的女儿情绪低落 拒绝吃饭 跟大家这个交交心 第十天 饥饿饥饿 送一本书给我们的老婆是个好主意 但她太累了 太悲伤不想看书 那我们自己出去吧 自己出去带什么呢 带个防毒面具啊 防毒面具 还是要为这个家庭付出一点啊 第十一天 饥饿饥饿 第十二天 这个儿子怎么还没死啊 这儿子 有什么用呢 不管呢 继续不管呢 诶 我们曾以为原子弹摧毁了我们的小镇之后 电话就不能用了 然而 街道上的一个电话亭正在运作 现在电话铃响了 派我们儿子去接电话 工具人 第十三天 疯狂脱水疾饿 这个我们的儿子 这个已经死掉了 只需要救活我们老婆跟女儿就可以了 第十四天 饥饿饿饿 饥饿 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定期使用收音机 收听紧急广播 你猜怎么着我们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防空花园 一面墙上长满了蘑菇 够大可以吃了 这个不吃不吃吃了会生病啊 第十五天 饥饿饿饿 虽然我们饿 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永远都不会吃 墙上的蘑菇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可以用一些额外的物资 上次去找物资有一个废弃的坦克啊 这个不能去啊 坦克可能会爆炸 第十六天 疯狂饥饿脱水 我们决定不去检查坦克 它可能是一个陷阱或者是一个 销毁的残骸 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和精力 第十七天 哎我来了我回来了 看看我带回来什么啊 两个都脱水了啊 再回来两瓶食物两瓶水 加上一个纸牌加上一个手电筒 我操给力啊 不愧是我 老婆女儿一人捉一口水喝 再派我们老婆出去啊 看看老婆给不给力 派老婆出去 找一个东西放松一下啊 下下棋 第十八天 饥荒饥荒 我吃一口老婆吃一口 再派老婆出去 先把女儿暂时养 养一会儿啊 如果养一会儿 如果她不便衣的话 就把她弄死啊 一天到晚在家里吃喝拉撒碎的啊 什么都不干 长那么胖 真是的 我们避难所前到夜湖时 在一面墙上 发现了一幅仓制绘制的地图 来 可能有一些物资 让我们女儿去看一下 第二十天 脱水饥饿脱水饥饿 找到了一个收音机啊 美之之啊 点一下收音机 第二十一天 咳咳 饥饿脱水饿 我们仔细地观察地图 注意到有人在一个角落 写了一个神秘的线索 他会指引我们某种财富吗 可能值得派人出去把他找回来 再让我们的女儿出去一下 女儿精神错乱 我女儿找到了两罐食物罐头 给力啊 我们门口避难所发现了一个未属民的信 派一个人跟他们见面不能带武器 再派我们女儿跟他见面 第二十三天 精神错乱口渴饿 来一人吃一口喝一口 什么声音是飞奔的马 有两个人要我们 找我们借地图借给他们吧 他们或许会给我们东西啊 第二十四天 老婆还没回来啊 赶紧等老婆回来 我给了我们一把枪 我操 枪这种东西能随便送人吗 特别是末日 水芯片 跟我们交换水芯片 给他一瓶水 老婆生病了吗 我们没有水芯片 或者不懂什么是水芯片 访客不太高兴 老婆找回来两瓶食物两瓶水 再派我们的女儿出去一趟 女儿都疯了呀 那女儿出去一趟吗 状态都还可以 第二十六天 女儿精神错乱 怎么还是精神错乱啊 老婆变绿了 要不要给老婆治个病呢 我再考虑一下啊 要不要老婆 那给老婆治个病吧 给老婆治个病 这女儿这个也不靠谱 第二十七天 不治病不治病 治什么病呢 等会再让老婆出去一趟 一位奸商背着脏兮兮的袋子前来拜访 提出一笔简单且一次性的交易啊 有一只猫 这个猫要不要救呢 沙里克夫 呃暂时不救吧 救猫的话女儿就能活 不然女儿可能会死 第二十八天 脱水了女儿 这么胖应该不会脱水吧 以自由之名快开门 门外传来喊叫声 啊这个不能开门 开门必死 第二十九天 啊我们的老婆这个 淫绿的发慌了啊 等我回来吧 等我回来再说吧 我们刚要睡觉就听到挠门声 起初以为是一只愤怒的老鼠在啃东西 有人在撬我们的门啊 用这个步枪 赶走 第三十天 第三十天 疲惫饥饥荒 汤坏掉了 疲惫饥荒啊 过一口 晃动一下手电筒 让军队 让军队能找到我们 第三十一天 口渴饥 口渴饥脱水 再给老婆一点食物跟水 呃这个想一想换不换啊 一把枪换两瓶水 不换不换 咳 第三十二天 哎呀我终于回来了 看我带回来什么啊 脱水饥饿 疲惫 带回来 一个公文包 两瓶水 一把枪 美之之 老婆是饥饿 我是饥饿 女儿饥饿脱水 一人吃一口 女儿喝口水 双胞胎需要衣物啊 这个医疗包给他们用一下 第三十三天 那我老婆活不了了呀 老婆必死啊 点一下背包 第三十四天 给自己老婆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没有用 反正都成自己老婆了 对她好 对她不好 也不都是老婆吗 无所谓啊 无所谓 她又能怎么样 她敢离婚呢 敢吗 看着我的脸 告诉我敢吗 敢离婚吗 好 派老婆出去摸索物资讯 第三十五天 今天先暂时不吃 三十六天 饥饿饥饿脱水 女儿做一口水喝 门外有可疑的声音 早上我们看到门外有一个皮箱子 上面没有署名 不能打开这个皮箱子 可能是炸弹 炸弹 第三十七天 口渴之饿 疲倦 对该口一波了啊 口一波啊 忘记了忘记了 怎么不提醒我 OK 嗯这个展示没有了啊 展示没有了怎么啊 这怎么下载啊 啊 啊 这怎么口啊 你们能看啊 能看到吗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啊 啊 有有有 好的啊 前几天不是刚完了先见吉他转端游吗 先见吉他转手游客户端 找到我们进行宣传啊 我摄完了一下感觉非常的不错啊 剧情也非常好啊 这个大家可以点我们直播间左下角的 这个先见吉他转的这个 移动板下载按钮下载这个手游啊 电脑端的话也可以直接扫 我们等会呢 会抽取这个价值三千元的这个现金呢 给下载到的观众朋友们 好吧 并且这个晚上十一点 十一点多的时候 也会一起玩一下这个游戏啊 这个游戏非常牛逼啊 非常牛逼啊 好 超级好玩呢啊 如果是什么复杂的诱纱装置呢 我们说附近有土匪 这个点一下收音机 收音机 等我们老婆回来 第38天 提倦 脱水 给我们泰德做一口水 提供 卧槽 一个收音机能换四瓶水 不换吧 咱们水暂时不缺 缺的话 换一换还可以 第39天 咳 当你觉得有东西在盯着你 真的很奇怪 我们的住所很小 我们陷入这个困境有一段时间了 有其他的生物要这个抢我们的罐头 用斧头把它们劈死 你这是在虎口抢食啊 啊 第40天 老婆怎么还不回来啊 老婆 跑了吗 不是说好一辈子不跟我离婚的吗 啊 怎么要跟我离婚呢 有时候我们会突然想演奏音乐 想发出美妙的声音 跟全世界分享 我们想歌唱演奏 然后那些可爱的变异小动物 会聚集到我们的身边细细聆听 哎 吹一下 第41天 口口饥荒 口口饥荒 哦 我们老婆被土匪抓走了 土匪说抓到一个女人 老婆就这么没了吗 老婆就这么没了吗 再派我们女儿出去吧 军队要我们丢掉我们的枪械 才来救援我们 滚吧 枪怎么能丢呢 第42天 哎 我们女儿不见了 女儿 咳 女儿今天早上站起来说 平静地说要去参加每周一次的大号课 她说她很想去 不让她不想让她老师生气 我们试图提醒她 她的老师可能大号都已经不在了 但是她摇摇头 说我们都疯了 她挥手跟我们告别了 我们心都碎了 女儿也不在了 姑家寡人一个呀 怎么办 就我们一个人 怎么活 第43天 疲倦 我们几乎很肯定附近有土匪 遇到他们就惨了 友好的幸存者们来找到我们 带来一些好消息 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温馨营地 人们开始住进去 里面还有不少孩子 有些孩子总是在捣乱 给他们一个玩具是吧 棋盘吧 去玩吧 唉 第44天 这些跃动的蟑螂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们 他们也没少惹什么麻烦 他们甚至看起来很友好 这些蟑螂 他们今天早上整齐地排成一排 在我们眼前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我们吹一下口琴 45天 脱水饥饿 如果无法战胜他们 那就加入他们好了 我们发现蟑螂很喜欢音乐 所以就满足了他们没说出口的愿望 他们排成一排 离开了 我们以为演出结束了 但是很快又回来了 他们用强壮的背 把这个补给品扛了过来 看来我们交到了新朋友 恶心变异 充满辐射的朋友 这些蟑螂还给我送吃的 我操 可以可以 这蟑螂比我儿子有用多了 儿子就是个废物 什么都不给我就算了 还天天要吃 要喝 要钱 哎呀 真是的 警报 有人试图闯入 用枪把他赶走 第46天 皮屑 这次我们打败了土匪 但是谁也不能保证 他们不再回来 收音机里面传来神秘的声音 但它隐藏在杂音之后 我们是否调试一下 不调试 这很容易把这个收音机给调坏啊 第47天 随便调试宝贵的收音机 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 一位奸商背着脏兮兮的袋子前来拜访 这个是一只猫 怎么还没碰到狗呢 狗呢我的狗呢 第48天 口渴之饿 祖父母总是告诫我们 不要买没亲眼确认过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会同意进行这笔交易 我们早就 过了需要买旧货的时候 就算没有袋子里面的东西 也能过得很好 这里空间不大 什么味道都能闻到 今天一块墙砖松动了 露出一个洞 那味道闻闻都想吐啊 我们要检查一下臭味的来源吗 不用检查 第49天 脱水饥饿 脱水饥饿吃一口喝一口吧 我们要么封了 要么整个避难所都是爬行的小昆虫 或更糟 确实更糟 都是一些小蜘蛛 用书本把蜘蛛拍死 还能拍到什么啊 第50天 或许有物资 或许有物资啊 拍到了一瓶水 一群捋夺者正在我们的门口 要求我们让他们进来 这可不是儿戏 我们弄一个挂锁 把自己锁起来 我认为小小的挂锁应该撑不了太久 挂锁已经变形了 我们被困在这个狭小的避难所物资非常紧缺 这边老人院有一群老人家 他们有物资啊 不能抢 抢的话我这真的活不了了啊 还有机会啊 还有机会 口渴疑倦 我们不是族匪 当然我们需要物资 但是不能牺牲他人 我们不会去打扰他们 一个抢别人番茄汤的人 不配喝汤 我们害怕军方不再来了 但最终他们还是来了 要我们丢掉枪 我枪已经坏掉了 等于已经丢掉了 第53天 脱水 有人在门口 我们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但是他疯狂的敲门 也许是好消息 也许是坏消息啊 这个或许是那帮兄妹过来救我 他有可能 有可能啊 这个有可能我们开门的话 我们开门啊 有可能开门我们会死 有可能开门我们会活 大概各占50%的几率啊 我去上个厕所 好我们就来开门 哦 我去上过去 我去那里 我去上海 私人满日 你 我去我 如果你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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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芝芝居然活下来了 想都想不到啊 哎呀我那个去 有意思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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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